郑爽谈到长大感触良多,不经哽咽落泪,早熟的孩子不一定幸福。 郑爽在综艺上谈及长大,回忆起自己小时候因为太过懂事而失去了轻松快乐的童年,不由自主地开始哽咽落泪。 5岁学习各种乐器,11岁被送到成都独自求学,郑爽为了掌握各种才艺,自小就非常严苛地要求自己。 在如此严格的自律下,郑爽16岁就考进了北殿,成为班上的年纪最小的小神童。 在即将29岁生日之际,郑爽回忆起自己的童年时感慨自己实在太懂事了,现在长大了发现小时候太懂事其实并不幸福,其实郑爽并不是个例,中国式教育都强调孩子应该听话懂事,最好一心向学不要玩乐。 但孩子的天性就是爱玩的,强制要求他们做出愉悦年龄的行为,将来长大了更容易会产生极大的心理落差,从而做出一些异于常人的行为。 太早熟的孩子将来都是要补课的,联想到郑爽这些年好几次因为情绪不稳定而上了热搜,真的希望爽妹子能注意一下自己的心理健康,不要再给自己太大压力了。